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艾梅丽艾首日流水挂龄 或将创下历史新滴 那塔多个卫星爆料来了 元神我玩家退出不断 这几个原因才是关键 策划再不改进 旅程连自动都到不了 元神赤日流水已出炉 会超流浪者多国已飞榜 未来只能靠那塔重回榜首 元神爆笑了 老米还想唱奥运冠军的热度 结果人家说早就不玩元神了 元神,老米增荒了 回归奖励直接送角色 5.0可取的原石翻倍 世界等级上线开放 元神,星穷铁路剧情暗潮元神 这就开始内斗啦 小补偿,希望你能闭嘴 最近,元神的48版本 是鉴于波仪基本平息 收场显得颇为尴尬和狼狈 有趣的是 同为米哈游旗下的游戏 崩坏星穷铁到崩铁在新版本剧情中意外出现了一段有争议的剧情 没想到崩铁的制作组境界自家剧情 对隔壁元神的操作进行了嘲讽 具体嘲讽内容简明易懂 主要就是嘲讽元神在正式上线的版本中留下错误却未及时修复 后来又以各种理由搪射过去 同时,他们还准备了一点小补偿 希望玩家能心领神会并闭口不提 是明显示在嘲讽元神最近的一系列节奏 包括4.8版本的剧情 水龙王的转圈bug修复以及后期大本营的一系列无嘴操作 原本就有不少玩家怀疑元神和崩田内部制作组之间存在矛盾 现在看来可能确实如此 甚至有人怀疑星帖是由元神的初创团队制作的 他们看到后来的团队把元神搞成这样 可能还存在排挤过去的成分 因此怒而嘲讽也是正常的 而且,后续2.5版本中还将出现被反复欧打的黄色摄像头剧情 这很难说不是贴脸嘲讽开大招 当然,也有可能崩田的文案是在嘲讽其他游戏 毕竟没有指名道姓 不过,当个热子来看也挺有意思的 4.8已经来到了下半场 再过几天就是5.0那塔成瞻了 大家心心念念的那塔也越来越近了 那么那塔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等着我们呢 首先就是世界等级的开放 现在的世界等级48级 新的世界等级开放上线为9级 升级后怪物的血量都会提升至原来的1.5倍 这下想要割韭菜就很难了 然后就是回归奖励大升级 回归第二天就能获得一位角色 但是星级方面暂时还未确定 不过大概率也是4星 别指望会送5星 真破天荒的给你送5星那也只会是常驻角色 但从这点主意看出 劳敏是真荒了 要不然回归奖励也不是再度加码 以劳敏以前的料性是根本不会管玩家们怎么想 总之就是给你一种爱玩不玩的态度 除了以上的改动外 玩家在获得原石方面也得到提升 以前林克党平均每个版本可获得的原石 基本只够60抽左右 而本次技能提升到了113抽 当然这只是估算出的结果 但也能看出 劳敏这回是真怕玩家再继续流失了 艾梅利艾叶兰卡什终于上线了 距离那塔又进一步了 那么艾梅利艾叶兰卡什首日表现如何呢 和玩家们的预期非常相近 可见玩家们对原神的期待已经越来越低了 从各大论坛的评论区中可以看出 就算到了那塔也只有火神石的期待外 其他角色真就是随缘抽取了 艾梅利艾叶兰卡什表现非常拉夸 核心熊铁道的云尼霍霍霍卡什流水非常相近 都是96000美刀 但作为首日流水可参考的数据不多 赤日能否有所改变呢 从艾梅利艾的强度评测来看 抽取意愿的玩家应该不会太少 毕竟是当前版本倍率最高的后台负西 就让我们期待一下赤日流水的表现吧 然后就是大家比较期待的那塔 加上PV曝光的六位新角色外 还有五位新角色也曝光了 但定位不详 至少可以期待一下 PV曝光卫星角色 玛拉尼 基尼奇 西洛宁 恰斯卡 马威卡 火神 倩特拉利 其他卫星角色 少女队长 平姥姥 西巴拉克 卡奇纳 伊安山 欧洛伦 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 少女和队长都是执行官会在那塔进池的 只会有一位不出意外的话 队长进池的概率最高 少女可能要等值东国了 本次奥运会最受注目的 就是男子100米自由泳冠军潘展乐 不仅拿了冠军 还在接受采访时 吐召了一下别国运动员的数字一夜爆红 很快就引起全国网友的关注 就连潘展乐的微博也被翻了出来 眼尖的网友很快就发现 原来潘展乐也玩原神 瞬间吸引了很多原神玩家的关注 都想知道潘展乐的Wid 原来潘展乐的微博签名用的是终于的台词 我虽无意足入 却是伤身苦楚 这下吸引的可不只是原神玩家 官方都跑到评论区恭喜了 一下就成了热评 作为奥运冠军 为国争光 不管谁去祝贺都是正常的 但在一些黑子面前就不一样了 就觉得官方想去趁热度 其他游戏官方都没来 不过真正搞笑的是 潘展乐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及是否有完原神 潘展乐也做出了回应 原来是三年前玩的 现在已经不玩了 虽说老迷有称热度的嫌疑 但作为奥运冠军 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 最主要是击败了一些老牌奥运冠军 并创下新的记录 于是就出现了一些神评论 原来是不玩原神才拿到奥运冠军 哈哈 艾梅利艾叶兰卡池次日流水已出炉 受多重因素影响 长势比较一般 但也符合玩家们的预期 从流水区限图来看 该卡池次日流水并未超过流浪者白族 纳维亚尼路卡池 直接成为近期流水最低卡池 在游戏在畅销榜总排名第20 游戏总榜排名第13 被永杰无剑等手游超越 在人气四大驱中 颈日服排名第6 其他三国均已飞榜 截至四日 武器抽取情况显示 夜兰出货量为5634只 新五星角色埃梅利艾出货量为4735只 抽取比例会为1.2比1 新角色受欢迎程度略显不足 夜兰作为三次复刻的角色 依然深受玩家喜爱 两位角色的专无抽取比例接近1.1比1 整体差距不大 可以说 此次流水加继有一半归功于夜兰 艾梅利艾流水较低的原因 除了部分节奏问题外 主要还是角色保值的问题上 费用性不高 未来也很难有适合的配对 与其现在抽不如未来抽 未来就算到了那塔 感觉也能难再重回巅峰了 从玩家现有的状态来看 已经没有什么好期待的了 看来策划也该想想如何做出改变了 原神从最初的巅峰一路下滑 现在的冷气早已不如从前 作为一款可怜迹的单机游戏 剧情才是游戏的核心 很多角色都需要靠剧情的铺垫 才会成为热门 而近期的游戏剧情 已经让很多玩家失望 特别是4.8版本的剧情 那叫一个无厘头 毫无带入感 作为主角 本应该是玩家视角 带入感应该是最强的 可从萌德一路晕道风单 本想的获得了多种元素后 实力应该会更强的 结果 这战力是一路炸到底 本来在游戏中强度就已经很拉了 被玩家戏称最随无心 剧情也不给力 这真的是主角吗 然后就是4.8的剧情了 真是被玩家各种吐糟 在剧情中 黄毛晕倒后 躺在萌德的腿上 可萌德却来了一句 自己的腿好痒 为什么不把他放到旁边的草地上 这和虚迷词的态度反转太大了 从热情拥抱到嫌弃 真不知道剧情策划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而本次4.8剧情主要说的是童话世界 本想的黄毛应该是主角 可没想到却是一个见证者 主角的待遇是一点都没有啊 还真不如邀约的剧情 至少可以和众多老婆互动解锁新剧情 最后就是策划疯狂洗白闪兵的方式 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剧情也以闪兵为主的去安排 本来删除回忆洗白已经让很多玩家无语了 现在又想在4.8再来一波洗白 果然记忆这个套路是真好用 删除了就跟自己没关系了